這個是那個有故事的嘛 雖然不是故事的 12時的 我這一個洗手的也是有故事的 應該是說 大家都會說什麼東西好用啊 大家就會去買 那這個是因為它是老品牌了 其實在我少女時期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少女時期 如果有些時候你在洗下半部 講下半部是這樣子對的嗎 也都會用這一個老牌子的地狼 然後他那時候大家都說 這一個牌子的洗手錄很好用 因為你一直幫小孩洗手 其實我也會怕一直洗一直抗菌 它的手會不會很乾 但是它裡面有一個配方 是有維他命E的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它真的洗的可以保護它 那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它裡面有一個配方 是完全的抗菌配方 它真的有抗菌 它的抗菌配方好像是叫做 Chrome 完了不會講 Chrome 什麼什麼什麼 黃醫師太高了 chlorhexidin 對對對 你講太對了謝謝喬胡 耶 就是喬胡 那是什麼東西啊 抗菌配方 大家看到我嘴唸一遍 來 紅的黑色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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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人家這樣好喜歡喝 恩 紅的黑色鼎加油 麻煩你了抗菌 真的 因為你知道很多外面的香噪 或者是什麼洗手乳 它並沒有寫上這個抗菌配方 抗菌配方 因為大家在討論 在那個FB 大家都會討論說 有含這個抗菌配方 其實用了真的媽媽比較安心 而且老實說 其實它的香味非常的舒服 對 而且重點是 它其實算是很便宜的抗菌的用 對 這個好 我現在是買大罐的 對 我發現其實很妙 像小朋友 像我跟兔寶 我就兔寶去洗手 他就這樣子 他就開了 然後前面手指頭濕了 他就走 我說洗手 他就走了 我女兒完全把我的話當耳邊瘋 然後自從他發現有這些東西之後 他很喜歡洗手 然後我覺得有個好處是 他洗完之後 因為滑滑的 真的洗不乾淨 所以他就真的會開始一直洗 洗到很乾淨之後 甩一甩 然後擦乾才走 我最後發現 哎呦 這個東西會讓他認真洗手 發現就是 噹就走啊 就很帥 所以變成說 這個東西其實對媽媽也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很好用 而且好多人在用 我覺得 我覺得重點是它真的有抗菌 也不會讓你的手很乾澀 不然你還要洗了之後 還在幫小孩擦什麼乳液 我覺得好麻煩 媽媽其實用也很好耶 媽媽用也很好 媽媽碰水 其實我覺得 每次幫小朋友消毒 都會忘記 媽媽其實自己也要洗 就是我們有時候乾洗手 噴了一輪之後 發現 最髒的那個是媽媽 媽媽拿來洗 對 這個其實 其實媽媽洗會很好 因為我自己有買大罐的 我們家是用大罐的 全家人一起洗 然後你就是把 所有只要有洗手槽的地方 旁邊都是它 你就洗完之後 其實連自己的手 你都可以感覺到 比較沒有那麼的乾 因為有時候我們真的是 沒有辦法就是 我可能洗完這一次 然後我就去擦乳液 不可能 對 所以其實它真的保護得還蠻強的 那你旁邊那個是 這個是那個 專門為孩子做的 這個一擠出來就是泡泡 像是那個Cream這樣子 對 小孩其實面對這個泡泡 哇 每天一回來就說 洗手 洗手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搓搓搓 他每次都一直給我洗手 洗到我就說 洗夠了 小乖洗夠了 可是我其實很強大 你知道嗎 當你一出現這種泡泡狀的 孩子每天都想洗 小朋友就是天生泡泡控啊 對 對 可是我覺得這兩個都很棒 反正兩個都可以洗 而且都是同一個系列的啊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從剛剛啊 譚老師 然後到黃聰明師 都一直在講說 洗手非常重要對不對 對 可是好像有一些洗手方法 洗了也是白洗了是不是 對 就像我們剛才提到第一個 一定要擦乾 洗了之後沒擦乾 就是沾了啥更髒嘛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 你不要隨便看到很乾淨的水 覺得它就很乾淨就洗手 對 第三個部分是說 洗的時間啊 也就是要夠長 嗯 你剛才說你女兒 其實這樣 對 因為小虎以前是有教過 我們要怎麼洗手 小虎有 教什麼洗手 就是大力丸嘛 對 對 所以我也講大力丸 就是該洗的地方都要洗到 然後唱完生日快樂的歌 兩次 就是時間要夠 每個角度都要有 這樣才是真正的洗手 這樣刷刷 然後刷刷 這樣都是白洗 而且更糟 因為之前有醫生他們去做 就是 根本就像大學生 他們應該會洗手 雖然也是很隨便 就發現說 如果比較他們洗手前 跟他們洗手後 根本沒差 隨便甩乾 就發現洗手後的細菌更多 為什麼 本來乾乾的 他附著的細菌 可能還沒有什麼多 可是他去洗完 又不沖洗 隨便弄兩下 剛好讓一個 他接觸那些環境的時候 牢牢牢的牢固的 站在他手上面 所以 就做樣子洗兩下最恐怖 之前有一個人更慘 他是怎樣 他就是去戶外 郊外玩 郊外玩有時候 一時也找不到什麼 可以自來水可以洗 然後他就發現 有一條那種大的那種 有時候像溪流 又很像大排鉤的那樣子 可是他覺得 他自己目測 覺得水很乾淨 很清澈 很清澈 也沒有味道喔 所以他就想說 手弄髒了 隨手就在大排水 洗一下 後來回家 後來幾天之後 開始覺得 胃脹脹的不舒服 後來就開始覺得有拉肚子 拉肚子甚至到後來是 後來就看醫生 醫生開始想半天之後 想說到底怎麼回事 問問問問 後來發現他是 在他的檢體面 找到一個叫 人的牙囊 圓蟲 就是一種 通常是相對落後國家 那種 公位比較差的地方 他是在一些糞 或什麼排泄物裡面會有的 可能在洗手 戶外洗手 那種野溝洗手 也沒弄乾也沒幹嘛 就是附著在手上 所以就帶回家就吃掉了 所以有時候你看起來 眼睛看起來很乾淨 但是那裡面可能有其他東西 所以洗手有時候 洗臭也沒洗更恐怖 那打掃上面有沒有什麼 其實我們家有一點 就是上完廁所 如果想好就這樣 大號一定要 蓋上馬桶蓋再沖水 所以我們頭上就給小孩子養成的 還有我們的牙刷 不會用一個杯子 然後全家的都放在一起 一定是分離的 這樣子會相對安全很多 不過其實今天講的很多 我就幫大家講說洗手很重要 洗手很重要 到底手要怎麼洗 才可以正確遠離病菌 然後洗手的時機呢 什麼時候才是最對的 黃醫師幫我們講一下 洗手時機就是 前前後後 前雨後 去飯前 還有照顧小孩前 然後後後就是 上完廁所後 還有洗完鼻涕後 前雨後就是 看病的前跟後 對啊 那其實呢 怎麼樣從我們居家的飲食中 幫小孩子把這個病菌呢 我們的免疫力的增高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維生素A、C、D 都會有幫助 還有一個多糖體 那五型的意思就是五個顏色 所以比如說黑色 這是多糖體 山藥它一樣有多糖體 白色 紅蘿蔔跟玉米 它們都有維生素A 那這個綠色的就是花椰菜 還有青黃 就是維生素C 那比如說像我這樣的做法 我就會搭 比如說像是搭雞也可以 或者說搭排骨也OK 那因為我要保留它的維他命C比較多 所以我都會在最後的時候再放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複雜 就記得就是五 挑五種顏色來做一個料理 就可以讓你的免疫力可以增強這樣 很好記啊 對 每次做就會想到那個王力宏 為什麼 黑白王力宏 王力宏 對 天天 天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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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其實真的太經典了 為什麼要 我覺得今天我們的蕎虎表現得非常好 希望所有小朋友可以遠離並去 謝謝大家 還記得喔 要跟我們媽媽的粉絲館這麼互動喔 蕎虎來跟你說話喔 姐姐好 姐姐好 拜拜 我要跟醫院說對不起 我之前為了以為兔寶 吞了一個那個 鑰匙的那個 塞 對 然後我就去掛急診 然後就有醫生說 你回家好了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有點浪費那個醫療之餘 我後來覺得他到底有沒有吞進去 沒有啊 而且他吞那麼小 根本不可能吞那麼大的東西啊 這包包在講 到底怎麼 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可以掛急 不過你剛剛講的那個狀況 應該就是 比較偏是意外事故 那這種其實 如果他真的吞了 還是給掛急診 我覺得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一般生病 有些人就發燒 我就跑來掛急診 我覺得這個就 有點真的 不是 太緊張 太緊張了 所以我大概會給爸媽四個建議 還做自本 第一個就是 你的小孩子 除了發燒其他症狀之外 至少要合併 第一個精神不佳 第二個氣喘不休 危險 第三個疼痛難耐 哪裡痛都一樣 頭痛在地上打滾 肚子中間 任何地方痛到睡不著 你肚子有點問題 然後吐 一直吐 而且不是只吐一次 而且噴射狀的吐 這四個 不要湊滿喔 湊滿就來不及了 我覺得其中一個 比如說真的 精神真的是 尤其是燒也退了 然後還是一樣 愛看的電視不看 愛吃東西不吃 愛玩的玩的不玩 基本上就是符合這個條件 了解 所以只要有其中一個 我覺得掛急診讓醫生幫你把關 在台灣是OK 好 我幫媽媽注意喔 好